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玛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大师的诞辰将要到来1月7号 这是我们整个三个所有的修行印度教的人 都要庆祝的一个重大的日子 在这个重大的日子 其实所有同修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庆典当中 当然最好的加入方法 就是让我们成为开拉萨的奠基之父 这个是只要我们的意愿坚定 就一定可以实现 它对我们的灵性的意义是最终极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在地球上的人生 将会成为我们所有的 在宇宙当中存在的最高峰了 能够得到Parmashiva 宇宙最终极的化身 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永远的在它的呼吸之处 在它的合一的空间开拉萨永存 这样的一个大的祝福 就会将在你的眼前成为现实 所以给最后的要冲刺的这些同修加油 当然如果你刚做出这个决定 要成为开拉萨奠基之父 要对开拉萨事业进行捐赠 也是可以完成的 没有不可能完成的愿望 只要我们的愿望的够坚定 所以最后对大家的呼吁 成为开拉萨奠基之父 让自己永远成为地球人类的英雄 就算是在我们离开肉体 回到开拉萨之后 我们的神像 我们的名号 也会永远的在地球上存在 成为所有的人类纪念 以及祭拜的这样的 开国的元勋的英雄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还可以参加到1月7号 以及这段时间 每一天都在进行 班加罗尔金寺庙的庆典活动 当然1月7号的祭祀 是更加的强大了 那天会有大师亲自出来 接收Pada Puja 以及称重仪式 所以想要为自己的家人祈福宵夜 对大师表示感激的所有的同修 请大家不要错过 加入到1月7号 以及这段时间 寺庙的所有的庆典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再有就是 在这个1月7号这一天 在全世界各个的层面 不同的社会的有影响力的人士 都会给大师发公告信 去表达大家对大师 在过去这些年 对人类做出的事业的支持和肯定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修 以及你们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人 发动起来 大家所有的积极性 一起给大师发这个公告信 让我们用自己的能力 以及我们的社会关系 对开拉萨的事业的建设表达支持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开拉萨 在真正的为了 为了人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让更多人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 其实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希望所有的人都动起来 你自己如果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在你的行业的这些人士 不管你是律师或者记者或者艺术家 或者是商人 政治家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公司 或者你有自己的非政府组织 等等所有这些 或者你可以代表一些人讲什么话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 作为公告信的发布人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跟马开拉萨 以及我们的团队联系呢 在这个1月7号之前呢 给大师发这个公告信 表达通过你的影响力的表达 对大师事业的支持 对开拉萨事业的支持 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在未来这段时间要跟大家揭示 在1月7号来临之前呢 会有更多的信息的发布 以及喜悦的消息的发布 希望所有同修呢 都积极的加入到这个诞辰的庆典 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以及自己的 这种圆满的这个事业当中 感谢大家 你听听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